前两天我们这个缸不是水体发白的很厉害吗 然后经过我一顿操作之后 现在这个水是不是干净了挺多的 我三天时间给它换了三次水 然后还配合打氧 包括把里面的生物都捞出去了一些之后 这个缸逐渐恢复到原来初始那种清澈的状态了 只不过我今天过来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水体还是有点微微泛白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我发现这缸里面好像又多了很多条孔雀鱼 可能是我前两天换水的时候 刺激了一下这些母鱼又生了 而且生了大概又有三十几条 全躲在一些地方 现在你只能看到这里有几条 这里有几条 还有很多躲在草下面的 刚才我看了一下 真的有很多 这个没办法 只能继续捞 毕竟像我们这些生态缸 养鱼的密度是需要控制好一定的比例的 不然很容易生态就崩溃了 然后又回到刚才当初那样子水变得很白 是吧 就是里面的消化系统崩溃了 而且这些虾我明明那天已经捞出去了二三十只 刚才看了一下还是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虾 没办法了只能继续捞了 你看这才捞了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黑壳虾捞了二十多只了 然后这些小鱼苗大概十几条 关键是前两天我这个缸才刚捞出去了二十多只黑壳虾 现在又捞了二十多只 而且这个缸里面还有很多 特别是像这种小虾苗看到没有 像这种小虾苗缸内还有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缸还有多少黑壳虾在里面 真的是捞完它又会从里面蹦出来一两只 就你看就很多 我这个缸真的成了他们繁殖的乐园了 怪不得这个水质会崩溃会发白 原来是里面的生物真的是太多了 过两天还得捞一波 这个黑壳虾繁殖真的是 简直是现在让我头疼 还有这个孔雀鱼 搞不好就是一大窝孔雀鱼苗 真的很容易就把缸搞崩泰崩溃了 如果你的缸也有发白的现状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拍的那期 这个解决血体发白的办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